我们大便里面有血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样去分辨 我是痔疮还是大肠癌呢 大肠癌一直是国人最好发的癌症之一 现在大家都知道50岁以上 国家有提供每两年一次的免费粪便前血反应 去检测你有没有可能是大肠癌 为什么这样检测呢 因为你的大肠癌上面的血管是不正常在增生的 所以当你粪便经过的时候 就可能插破这些血管 这时候你去验你的粪便 里面就可以验到一些血液的反应 但是不是你的大便里面只要有血 你就是大肠癌呢 当然不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得到痔疮哦 那我们大便里面有血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样去分辨 我是痔疮还是大肠癌呢 有几个方法可以做 第一个从粪便出血的颜色 一般来讲得到大肠癌的时候 如果大肠癌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你在右边的伸结肠 或是在中间的横结肠的时候 当你这个出血的时候 这个血跟粪便混在一起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所以出来的血会是比较暗红色的 痔疮的出血因为是在肛门口 所以它跟粪便混在一起时间没有很长 所以出来的血大部分都是鲜红色的 所以如果你的出血颜色是鲜红色的 你不要太紧张 你大部分是痔疮 如果是暗红色的 你就比较要担心 有可能是大肠癌 第二个你要看所谓的出血状况 什么叫出血的状况呢 如果你排出来的血便 血跟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那有比较可能是大肠癌 为什么这样讲呢 刚才有讲过 如果你出血的位置在右边的大肠 因为这时候血跟粪便经过了横结肠 又经过了降结肠 再经过乙状结肠 其实它们已经混了很久了 所以血跟便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排出来的就是血跟便 根本没办法分开 那如果你是痔疮的话 因为痔疮大部分是在肛门口 你大便过去它才流血 流出来的是鲜血 血跟便是分离的 所以你大出来如果是 血跟粪便分离 大部分都是痔疮 如果血跟粪便混在一起 又是暗红色的话 那你是大肠癌的肌肉 就大幅增加了 第三个是要看你的排便的状况 很多的大肠癌 特别是直肠癌 你在大便的时候 会有大不干净的感觉 就是我们讲的里极厚重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直肠的那边长了一个肿瘤 它就会一直刺激你的直肠 一直刺激到你的直肠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有排便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 你已经没有大便了 就是我们讲的 一直想大便又大不出来 就是我们讲的里极厚重的感觉 这大部分是直肠来造成的 至于痔疮 它长在肛门口 所以常常会让你肛门 有所谓骚痒的感觉 另外如果你有痔疮 如果是外痔的话 你大便刮到它的手 还可能会痛 所以如果你在大便的时候 有骚痒 或是有痛的感觉 其实你是痔疮的机会会比较大 所以从以上这三个状况 你大便又初血的时候 你大概就可以分得出来 你到底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大肠癌已经连续好几年 都是国人最好发的癌症 那除了粪便的浅血反应之外 其实你平常就要注意 自己的排便状况 很多人都以为大肠癌就一定会便秘 其实我告诉各位不是这样子的 大肠癌会造成排便习惯的改变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有可能从正常的排便变成便秘 也有可能从正常的排便变成腹泻 当然如果你有合并一些体重减轻 又合并排便情况的改变 你一定要赶快去做大肠癌 另外50岁以上 每两年一次的分辨前些反应 一定要去做 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你 揪出早期的大肠癌 大肠癌绝对是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育后绝对相当的好 强皮一件事 关心健康所有事